这回广电总局下狠手了 这九位演员终于现出原形了 明明演技拉垮 却被吹成老戏骨 明明演技拉垮 却被吹成老戏骨 这八位演员究竟是戏骨还是戏混子 有的甚至还越演越回去了 一 曾里 曾里被称为中西200年难遇的大青衣 也是靠美貌成功躲过网爆的人 但要非说她的演技有多好 那倒没有 与凤行轩路脱孤这一段 看她哭得觉得天都塌了 结果镜头一转到曾里 突然感觉好像也没出什么大事 她的表情全程给人一种 你别托付给我 我不想要的感觉 面目表情还有点故作深沉的即逝感 她的沈穆月演得像一个幕后反派 不知道的还以为在憋什么大招呢 这也是曾离最厉害的一点 让剧粉怀疑人设都没怀疑过是她接不住戏 还会误以为是不是自己吃不了戏康 欣赏不来这么高水准的演技 二 黄伟 黄伟亲身示范了为何演员需要神秘感 不能平凡上综艺 自从向往的生活爆火后 感觉她演什么都像演自己 压根带入不了角色了 生怕她演着演着 突然去厨房烧个菜出来 如果单论演技的话 她肯定是有的 毕竟她还是电影学院的表演老师呢 然而这些年黄老师接的戏都一个样 全是最嘴小丈夫家做饭家好男人的人设 好像打开了循环播放的按钮 最关键的是 这些角色或多或少都喜欢说教 和现实中的黄伟性格差不多 导致剧粉更难区分她和角色了 近两年来 她引以为傲的厨艺也翻车了 于是有了这则粉丝蜡评 黄伟演的最好的是《向往的生活里的厨子》 三 周一维 她之所以走红 一是靠这就是演员张子怡的强行吹捧 二是靠妻子朱丹带来的内疚粉 这就是演员中 张子怡把她的演技吹得天上有地下屋 可仔细看她的表演风格会发现 她演戏有点咆哮地的感觉 喜欢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塑造角色 这种爆发式的表演方式用好了很出彩 比如秀春刀里的家前居士 红色里的铁鳞 但并非所有角色都是用 一旦用力过猛就会变油腻 比如大唐狄宫案里的狄人杰 平时倒还好 但只要她一起范儿立马变油 久而久之 油腻变成了她甩不掉的标签 可抛开角色起饭儿时 她的演技又清清爽爽 所以如何平衡好角色装X时的油腻 和正常状态下的实力派演技 是她面临的最大问题 四 王耀庆 她演的就是要么是霸道总裁 要么是有钱的国民舅舅 总结下来就一句话 演不了穷人 她现在已经定型到 就算让她去演一个穷人或者普通百姓 都会觉得她是富二代下凡体查民情 她入行已经27年了 被大家的记住的只有霸总专业户这个标签 至于这些霸总都叫什么 没几个人能再很真正记住 一个戏路演倒烂什么不好 可演员要是在舒适区待久了 很容易陷入套路化和公式化 再加上她的这些角色 都是西装加大背头加原生出演 演得多了剧粉压根分布清谁是谁 长此以往很容易审美疲劳 不过若是她只想待在舒适区里圈前 不考虑长远的职业发展的话 那现在这样还挺舒适的 5.张凯丽 人世间里的演员各顶各的出彩 唯独她会让人偶尔出戏 有股很浓的拿枪拿掉的感觉 不喜欢这种表演方式的 会觉得她演技很死板 一点都不自然 觉得她是剧中最大的败笔 但喜欢的会觉得正是这种拿枪拿掉的感觉 才把屈老太太这个角色演活了 随着年纪增长 她也逐渐成了妈妈专业虎 和王耀庆一样频繁演同类型的角色 会让表演越来越程序化 再加上花少时口碑翻车严重 连带着观众看她演戏都反感了 所以演员真的要上少综艺 少曝光 6.杨志刚 《唐朝鬼失录》之前 她的作品就没有一步步被骂的 多次被批不会演戏 靠关系 被骂怎么捧都捧不红 参加演员请就位时 尔东生更是毫不留情地 扯下了她老戏骨的遮羞布 当着她的面怒批 杨志刚的戏表演方式都差不多 他们导演对你的要求也就这样了 虽说她的戏录都差不多 但老一辈都挺爱看 比如火拦刀锋 打狗棍 勇敢的心 直到两年前的《唐鬼上线》 终于也吸引了一批年轻观众 她在这部剧的演技提高了不少 但台词有点怪怪的 好在她的苏无名也是个怪力怪气的角色 看几节后愣是听习惯了 7.刘敏涛 刘敏涛作为《我国影世界》的实力派演员 其演技之精湛 早已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主演的《父母爱情》 《狼牙榜》和《伪装者》等剧集 无疑不是爆款之作 不仅收视率节节攀升 口碑也相当过硬 在这些作品中 刘敏涛塑造的角色生动鲜明 令人难忘 在《父母爱情》中 刘敏涛饰演的是一位贤良舒德的妻子 她将角色内心的善良和坚韧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感受到了家庭温暖的氛围 而在《狼牙榜》中 她饰演的静飞 虽身处身工 却智慧过人 心怀家国天下 刘敏涛凭借出色的演技 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在《伪装者》中 她则化身为英勇无畏的女特工 展现了女性力量的另一面 然而 近些年 刘敏涛接演的角色似乎并不太适合她 或许是因为之前的成功让她有些飘飘然 导致她在选择角色时 未能充分考虑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这使得她近期的作品或多或少地 透露出一种浮夸质感 演技也显得有些浮予表面 这种感觉 让人不禁联想到她当年演唱 红色高跟鞋时的状态 虽然热情洋溢 却略显用力过猛 当然 我们不能因为刘敏涛近期的表现 就否定她的演技 毕竟 一个演员的职业生涯总会遇到起伏 相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调整后 刘敏涛定能重新找回适合自己的角色 以更加成熟 内敛的演技 再次征服观众 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期待着她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答 赵雅芝 一个活在经典里的女人 她塑造的白娘子不仅是时代回忆 也是无法超越的存在 可她成也白素贞 败也白素贞 往后的角色都有种白娘子的调调 感觉下一秒就要唱起来了 甚至参加综艺或者晚会时 给人的感觉也不是赵雅芝在参加节目 而是白素贞来了 感觉她应该不是演技不好 而是和时代脱节严重 以前那个年代演戏念台词 本身就要起饭 恰好新白娘子传奇本身就代戏取饭 可惜现在的剧都少了点古运 导致为衣物戏的她有种端架子的感觉 不过有童年率竟在 粉丝们也都忽略了演技方面的不足 九和润东在众多演员中 她的演技退步无疑是最为明显的 曾经的她 每一部作品都能让人津津乐道 每一场表演都能让人感受到她的用心和才华 她的作品随便拿出来一部 都是业内公认的佳作 足以见得她当时的演技之高 然而时光荏苒 她的演技似乎也随之流逝 如今她的一部部新作 不仅没有延续以往的辉煌 反而一步比一步让人辣眼 那种曾经让人赞叹的演技 如今变得难以寻觅 让人不禁感叹岁月的无情 尤其是在《岁岁青年》这部作品中 她饰演的角色丫头文学 让人看了极为不适 那种生硬的表演 让原本饱满的角色变得扁平无趣 观众对她饰演的无品的滤镜 也在一瞬间碎了一地 曾经的深情款款 如今只剩下尴尬和惋惜 勉强支撑着看完了两集 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 这样的作品到底是在为谁而拍 她的受众群体又是谁 在这样的作品中 不仅是观众感到不适 就连与她合作的演员 也显得尤为尴尬 特别是女主角何红山 她的内心OS或许是前男症 S男痴 为了游戏皮肤闷拼了 这样的无奈和坚持 让人不禁对她心生同情 对于何红山来说 她或许也是迫于无奈 才接下了这样的角色 毕竟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有时候为了生计 为了未来的发展 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 但愿这次的演艺经历 能成为她成长道路上的 一次宝贵经验 让她在未来的作品中 能够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演技 赢得观众的认可 而对于她 我们也只能期待她能 重新审视自己的演艺道路 找回曾经的演技 再次赢得观众的喜爱 除了以上九位 你还知道哪些年纪 长得但演技没长的演员们呢